當大家收到功課的時候,除了可以用MC,用Quiz去自己修改之外, 我們有時候可能叫小朋友直接交功課,然後我們可以在iPad那裏更改同學的功課。 我們去到功課裏面,然後看到有不同的小朋友交了功課。 這個小朋友交了兩種功課,第一種是用Document去交的,第二種是拍照,然後上載上來的。 我們先開Document,你會看到有相角,有一個筆的按鈕,按一下,就會出了另一幅相片, 我們要調整不同的筆,不同的顏色,不同的粗幼,就可以去改他了。 例如這個小朋友其實是男生來的,只不過是要粗一點,可能會比較好看。 這樣就可能告訴他,他應該是蛇牙的boy,其他都不錯的。 然後右上角,我們按儲存,它就會成為了一個PDF,放在這個地方。 然後小朋友也會看到,現在看到有一個PDF已經編輯了。 相片同樣地都有相同的情況,我們可以用一支右上角的筆, 調整不同的粗度,不同的顏色,然後呢,幫小朋友去改他做的功課。 然後呢,也可以寫一些的說話給他。寫完之後,按儲存。 那基本上呢,就已經做完了。 那小朋友呢,在這個期間裡面也都會看得到這些的文字。 然後就可以看得到我們對他的一些comment。 那呢,分享就來到這裡。